一年有250天在坐飞机,这个大叔硬生生坐飞机做成了超级VVIP,话说,大家可能都会觉得,坐飞机这件事情,并不是一个享受的事情。 忍受提前三个小时到机场,排队安检,排队登机,以及少择一两个小时,多择十几个小时在封闭,狭小的空间里蜷缩着腿,最后浑身浮肿等各种不舒服的感觉。 想想就觉得痛苦。 但是,在美国,有一个名叫Tom Stoker的大叔,他对于坐飞机的感受,和我们完全不同。 Chang十分热衷于坐飞机出行。 Chang的职业是一个汽车销售公司的联合创始人。 因为生意的关系,他每年都要在美国各地、欧洲、亚洲飞来飞去。 从1983年开始,Chang就成为了美联航的会员。 截止到今年7月份,Chang在美联航的飞机上,已经飞过了2100万EV的里程,创下了一个飞行的世界纪录。 2009年,乔治·克鲁尼曾经在好莱坞的电影中,扮演过一个,因为工作关系整天满世界飞的空中飞人,而Chang的生活,比电影中的还要梦幻。 迄今为止,Chang已经完成了超过一万次的飞行。 行程累计加起来可以绕赤道844圈。 巅峰时期,他一年有250天的时间,都在飞机上。 今年Chang已经65岁了,已经处于半退休的状态。 但是他实际飞的次数,比退休之前还要多。 我喜欢坐飞机,不是因为喜欢去目的地,而是因为喜欢坐飞机本身。 就像有的人喜欢打高尔夫球,一周要打五天一样的。 Chang说道,今年一月份的时候,Chang搬成了2000万英里的飞行纪录。 而短短半年时间,七月的时候,Chang就收到了2100万英里飞行纪录的纪念蛋糕。 Chang表示在以前,他大概需要一年的时间,才能转够100万英里的飞行里程。 Chang是美联航的中式会员。 而事实上,美联航对Tv也是十分重视。 甚至在Tv每次出行的时候,都会配专人专车来接送。 当然,作为美联航的VIP,Chang能享受到的待遇可不止这些。 每次登机前,Chang不需要和其他乘客一样,排队等待安检和登机。 而是可以在起飞前抵达机场,走专用的快速通道登机。 当其他乘客还在大包小包的排队的时候,Chang已经端着香槟坐进了头等舱的席位。 因为里程已经伪计到这个程度了。 Chang每次只需要花买经济舱的钱,就可以一直升舱。 升到头等舱。 在头等舱里享受到的服务。 是和经济舱的狭小逼色完全不同的。 这里不仅有美食。 而且还可以平躺下来好好睡一觉。 这样在落地之后,就可以精神宝马的去开会了。 航空公司也十分珍惜Chang这样一个客户。 每次都照顾得非常周到。 当你的旅程累积到400万英里的时候,航空公司就会邀请你进入他们一个特殊的会员俱乐部。 当然,我现在已经不需要出示我的会员卡了。 我走到机场。 每个工作人员都认识我。 Chang骄傲地说道。 在Chang的里程数达到一定的整数的时候, 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, 甚至还会专门为Chang准备印有纪念字样的蛋糕来庆祝。 Chang是美联航史上第一个达到2000万英里里程的客人。 也是第一个达到2100万英里的客人。 因此, 美联航还专门以Chang的名字命名了一架波音777飞机。 除此之外, 在他生日的时候, 美联航还会专门请大厨, 给他制作生日菜单。 Chang的妻子也很喜欢旅行。 因此, 两个人经常一起出行。 而妻子甚至都不需要买票。 只需要刷Chang的里程积分就够了。 很多人会质疑Chang坐这么多飞机, 会不会有点太不环保了。 对此Chang的反击是, 无论自己是不是登机, 飞机都要起飞的。 而且按照他的财力, 完全可以坐私人飞机。 所以, 怎么算做航空公司都是在省啊? 感觉有点羡慕。 我感觉有点许是, 我对你带子的货带。 你本届到你带子の手里。 我真的会给你带子言。 我反正的乐点。